要是外部读取资料的话 都会先放在所谓的串列里面 包含就是说可能是档案 外部的档案 或者是说外部的资料库 或者是说网络上面的 网页上面的 或者是说云端上面的相关资料 那你一定要有个地方 连续的资料要存放的话 通常会放在串列里面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大概会是 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讲到外部资料 所以我们就先固定在这个地方 那未来当然呢 如果外部资料 我们可以先宣告一个空的一个什么 空的一个串列给他 那外部有资料 就一个一个把它append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未来我们也会练习 就是那个所谓的串列练习 因为串列这个形态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不会用串列的话 或者你不熟悉串列 以后呢 你要处理大量资料的这种汇入汇出 就是会有遇到问题的状况 而且未来也不是只有一个串列 可能多个串列 那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所谓的dictionary 一个字典 他所谓的字典就是说 因为我目前假设是 一个那个串列的话 是连续的 但如果说有那个key value 比如说有编号 有value 有key有值的话 那可能会配合一个叫dictionary 那所以像网路上有json档 直接汇入到dictionary 直接就可以用了 所以非常简单 那这两个形态 在我们后面python里面呢 非常的重要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讲到 所以我们先用 那再来的话呢 random一个1到12的乱数 接下来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要跳出一个问题为 这是几月 OK 所以呢 底下的话 当然就要让user去输入 所以问题为 特别主要问题为 特别主要中间要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这个东西 那当然乱数产生的话呢 一定是 比如乱数产生的是 5好了 那5你不可能说 塞一个5在这里 你要怎么样呢 把这里面的第5个 第5个资料 把它搬到 这边来的话 那你的叙述方法 一定要是什么 长这样子 像这样子 你不能直接放个mins 因为mins是5嘛 所以你要抓这个的第5个的话 那你就是用这个方法 mins stream 这个串列里面的 编号5的部分 那就把资料抓过来了 这是几月 这样OK 特别主要这个 也要非常的习惯 因为以后 你要抓哪一个 这个串列里面的哪一个资料的话 一定都是这样的叙述方法 OK 那再来的话呢 他就帮我把这个 这个 这个 mins把他 叫他抓进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就让他输入 输入之后 假设我输入一个3 3过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判断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让他坏耳一 那我讲过了 其实坏耳一啊 这个就是一个懒人写法 就是反正不管 反正他一直跑 那就坏耳一 那里面记得要一个break 就OK了 所以这种写法是比较懒人的 那你也可以写另外 我刚刚讲的第一种 OK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判断他到底 对不对 如果呢 他里面是相等的 OK 那就是什么 答案正确 那就break 关键在这个break 所以以后 你只要写坏耳一 你就要知道 你的出口在哪里 break 那反之的话呢 那就答错了 答错怎么样 再把这一行 再复制过来 让他再输入 输入完之后的话呢 他又怎么 又回到这个while里面 然后再判断一下对不对 直到他答对为止 OK 所以这边的话 不过我们是没有次数限制 所以这一题也是一样 跟刚刚的练习一样 所以待会也许请各位呢 有就是先试着把这一题 改成有次数限制 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这一题可以改写成什么 改写成类似像 比如说有些给小朋友啦 给中学生 他们要出一些考题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一些英文 把它先汇入 让他可以填 就是拆一拆 就是把正确的 比如看英文打中文 或者是看英文打数字之类的 比如说我们要练习一到十 不是月份 可能就是英文字的话 你也可以类似把它改写一下 所以这一题的话 请各位一样 改写两个方 第一个就是改成 有拆题的时有限制 比如说只能拆三次 三次拆错了 那就表示你是错了 你不能练习乱拆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它改写成什么 改写成那个 就是不要只是月份 所以你们到网路上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这个类似英文 可以把它改写 最好是简单 潜选易懂的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中午的话 也先休息一下 下午的话 我们再接着来看 其他练习 那这些题目未来 我们都还要让它变得更 稍微复杂一点点 而且之后也会再跟Jungle 网页的部分做串联 所以请各位这部分先熟悉 这些题目未来就会变得更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